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啊 刚才我们分享了一场这个波狼对荷狼的比赛 呃 然后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做一个今天其他两场比赛的这个补充 啊 斯洛文尼亚对丹麦以及这一个 呃 英格兰啊 呃 对阵 呃 赛维利亚 那么这两场比赛呢 我觉得依然是要走正路啊 呃 你说会不会在某一些场次爆人呢 这个比赛啊 他都有可能啊 也说不定没有一个定性 但是从一些数据的分析或者是阵容的分析 以及这两天观察欧洲杯啊 这个小组赛第一轮的呃 结果以及表现过程来看呢 呃 走正路的可能性依然是比较大了 在周日的这三场比赛啊 你比如说是 呃 上一个影片有讲到的波狼对荷狼啊 那么这个影片补充到的是斯洛文尼亚对丹麦啊 看好丹麦 呃 也是呃 0212这样子大概的这个位置 然后呃 呃 英格兰这一边呢 呃 我们可能会走一个呃 比较多的这个方向了 呃 020314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位置 好吧 那么呃 呃 今天呃 我们还会继续补充一些想法 一些方案给大家去呃 参考 然后呃 每个人的想法呢 都是很主观的 然后我也是尽我的所能呢 呃 跟大家来分析 呃 跟大家来做分享啊 没有说呃 呃 一定要让你们跟着我这思路 很多人呃 在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呢 呃 对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声音 但是如果是说错的话呢 就在那里叽叽喳喳的 其实大可不必啊 我觉得是在浪费你的生命了 然后我们呃 应该开心的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啊 你是呃 只是看结果啊 还是说你要去呃 参与这个看比赛 这是两回事对吧 那么我们更希望大家呢 呃 是有去呃 热爱这一项运动啊 有去看比赛的过程 好不好 这样才会比较有意思啊 谢谢大家